詩歌 詩歌 這是發出我們的情感 那其實詩人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他 因為他們 他的 他經過他的默想 他的作曲 他的作詞 就是幫助把我們講不出來的 他會替我們講出來 然後你想 你說我喜歡讀神的話 你可以講幾句 他詩篇 119篇 一共有100多少節 176節 都在講要愛讀神的話 哇 真的夠厲害的 一個思想就引發出這麼的豐富 所以我們讀詩篇細細的讀 讓我們也可以進入詩人的那個情感 詩人對神的愛慕 對神話語的認識深入 因為他有去默想 你想作曲的人一定是自制推敲 所以他一定推敲 所以他默想得很深 所以幫我們 把我們 幫我們講出 幫助我們不太清楚的 或是沒有那麼深刻的 那幫助我們能夠比較深刻 比方是我們更發揮 更擴大 更擴大 所以我們感謝主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就來默想119篇 那119篇我們都可以知道 從頭到尾都是講到神的話 他用前面 昨天我們講到 他是用八個希伯來的詞來解釋 來講到綠麗 典章 神的話 這些等等這些 用八個詞 反覆的 重覆的來講 但是其實基本上整個信念 整個概念就是神的話 我們都知道他是用22個希伯來的字母 作為他的段落 那所以每一個段落也有一個主題 有一個主要的思想 那從這些裡面表達 最後我們可以說 哇 神的話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 好 今天他其實是給我們看了兩段 第一段 九節到十五節 他說第一段我們講到 第一就是神的話使人潔淨 神的話使人潔淨 那第九節 第十節 他很快就標出來說 那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 要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 就是神的話來潔淨他的行為 然後呢 第十節他說 我們怎麼樣能夠不得罪神呢? 十一節他說我怎麼可以不得罪神 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見 那世人立刻點出了 我們都渴望自己有一個聖節的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 不是正常的基督徒 正常的人都渴望自己是好人 對不對? 自己是聖節的、自己是有道德的、自己是高尚的 這是每一個人都渴望對不對? 那特別我們基督徒更是盼望我們能夠過聖節的生活 我們的思想是乾淨的、我們的心思是明亮的、我們的眼目是清潔的 那麼我們的話語是充滿了正面積極造就的 那我想我們都有這些渴望 那我們走在這世上 我想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 光是我們的眼睛就常常要征戰對不對? 那有時候走到路上 走路我只好眼睛閉起來 或者有時候只有東張西望 就是我們必須好像都渴望我們能夠乾淨 我們不要受玷污、不要受污染 那可是我們會發現什麼? 我們很努力卻常常失敗、失敗 連保羅都說什麼? 誰能救我這取死的身體 救我取死的身體 顯然我們這個身體是沒辦法的對不對? 我們很想要好可是卻常常失敗 我們很想要聖結 其實裡面卻有很多的誤會 我們裡面很想這個能夠有正面積極的思想 卻是裡面充滿了負面消極 我們希望充滿了愛 可是裡面卻有很多的傷害、很多的憎恨 這是在我們裡面真的是有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人 所以保羅才說我真的誰能救我? 顯然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我們勝不過 人的勵志、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意願 都是很軟弱無力的 而詩人今天告訴我們有一種力量對不對? 詩人說哇有一種力量 感謝主太好了 我們自有人來 我們都有相同的掙扎 可是詩人說有一種力量感謝主 這個力量就是上帝的話 神的話就是最大的力量 我們人自己做不到 我們努力也做不到 我們勵志也做不到 但是神的話充滿了力量 神的話充滿了聖結的力量 所以他說怎麼樣潔淨你的行為呢 就是遵行你的話 你的話上帝的話自有潔淨你行為的力量 好像那個我們都知道過濾器 那個濾水器裡面主要有一個就是碳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碳 那個碳你的水經過它流過它 它自然就有一種過濾的一種的能力 碳本身你經過了它就會過濾 你經過了它就會乾淨就會乾淨 一樣的 我們怎麼樣潔淨自己的行為呢 讓我們所有的思想通過神的話 讓神的話充滿在我們的思想的裡面 讓神的話在我們的裡面 神的話自然有一種潔淨的力量 神的話自然有一種洗激的力量 它自然能夠洗激我們的心思意念 神的話進來就會把污秽肮脏趕出出去 是不是我想我們都有這個經驗 神的話進來那些肮脏的東西就趕出去了 當我們宣告神的話 當我們默念神的話 當我們說神的話的時候 我們的思想就從負面轉回正面 是不是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負面的思想 潔淨我們的行為 潔淨我們不只包括所謂道德上面的誤會 也包括我們思想上有很多灰暗的 很多低沉的 很多消極的 很多錯謬的 很多失敗的 這些都是我們的捆綁在我們的裡面 還有裡面那個受傷的心靈 讓我們沒有愛 沒有得安息 焦慮 憂愁 這些都是不潔淨的 你要想這些都是不潔淨的 而神的話進來的時候 哇 這些都趕出去了 那我常常最近我常常在想的神的話就是 摩西之類的面對法老的追兵 面對紅海的時候 神常常對他們說 你們要儘管站住 不要做生 看今天耶穌華為你們行的大事 後來我最近不是講尼西米嗎 我發現尼西米同樣在十二章 十二章一樣尼西米也告訴他們說 不要做生 也不要憂愁 很多時候我們不要做生就是你不要憂愁 他鼓勵我們不要做生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要自己去奮鬥 我們自己要去對付 我們要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就越憂愁 我們就覺得這個怎麼辦 那個怎麼辦 那當我思想這些神的話 那摩西說不要做生 儘管站住 尼西米也說不要做生 不要憂 也不要憂愁 哇 這些話都成為我的力量 馬上這些憂慮就被趕出去了 就被趕出去了 所以神的話進來就會把這些黑暗的 誤會的趕出去 那上帝的話裡面自然有一種指引 自然有一種推動 一種傾向神的美善 所以你多讀神的話 剛才如臨師母說 我讀那麼多神的話 那你的思想自然就被洗涤了 你裡面自然就會傾向上帝的美善 一個多讀神的話語的人 所以我也想想 聖結也不是去追求聖結 聖結是沒辦法追求的 因為不是我們的本性 不是我們的生命 聖結其實它也是一個結果 你親近神的結果就是聖結 你多讀神的話的結果就是聖結 所以我們渴望 我們所以他說 我們 我要怎麼樣不會得罪你 不是說 主啊 我很怕得罪你 不用 不是這樣的方法 這樣是方法沒有用的 你要把神的話藏在心裡 你就不會 自然就不會得罪神 自然不會得罪 因為神的話裡面 自有一種傾向神的力量 你多讀神的話 神你就會被神的話吸引到神的面前 你就會被吸引到聖結的那邊 那我想這是一個我們都有的一個經驗 所以詩人才說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渴望進步 我們渴望更像神 我們渴望更聖結 我們渴望我們的思想更明亮 更積極 更正面 沒有別條路 只有我將神的話藏在我心裡 所以今天他們說我們有沒有將神的話藏在心裡 藏在心裡 那我們有沒有 我們心裡有多少神的話 所以當你面對這些問題 面對試探 誘惑 面對挑戰 面對這些排山到海來的思想上的攻擊 那一些壓制 那你裡面有沒有神的話來回應 每一個問題來 你有沒有神的話來回應 我想這是一個 第一個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個9到14、13節 這邊都講到14節講到 神的話使我們解禁 神的話使我們的解禁 那好 第二點呢 從15節之後 其實第二段就是神的話叫人喜樂 神的話使人慶結 使人潔淨 那第二大點 神的話叫人喜樂 15節說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 自樂 在你的律例中自樂 那你讀英文聖經你就會看見 叫delight in your decrees 就是在神的話語裡面會喜樂 delight in 我會喜樂在神的話語裡面 哇實在是太好了 神的話我自有喜樂 你讀神的話 那個神就像神的話自有聖節 那神的話也自有喜樂 那因為你讀神的話就是與神親近 那當然是喜樂的 所以你讀神的話你會有一種跟神在一起的那種喜樂 那神的話你讀神的話在神的話你自然跟神親近 你自然就有喜樂 那神的話裡面充滿了力量安慰鼓勵 以根心盼望之隱得勝 喜不喜樂啊 喜樂啊 讀到這種話怎麼會不喜樂呢 剛讀了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就是我們的力量 這個讀這個話就是喜樂了是不是 那今天我早上在讀這個神說那個出埃及 他們出來哇神啊 耶和華是我們的戰士 你將這個馬而騎馬的推倒在海裡面 喔主啊你要是使我們得勝的 那神的話裡面充滿了盼望跟力量 自然就是喜樂 你知道嗎 裡面自然 你讀神的話自然就有一種明亮的思想在你的裡面 你自然就有一種喜樂在你的裡面 所以詩人有22節舉了一個例子 什麼樣讓你有喜樂 他說求你除掉我受的羞辱跟藐視 因為遵守你的法度 你看神的話會除去你的羞辱跟藐視 我就想到這個大衛 大衛逃難的時候非常多的羞辱是不是 他有沒有被羞辱 有喔 他去跟拿拔要食物對不對 拿拔怎麼樣 就羞辱他 羞辱他 真的很羞辱 其實大衛哪裡 說真的 我相信大衛 去跟人家像土匪一樣要保護費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是不是 大衛是不是做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收保護費對不對 其實大衛已經有一點點覺得羞辱了 然後拿拔就把他點出來 把他覺得被羞辱 那其實這不是大衛 這是大衛在一個非常的時期所有所經歷 其實大衛也真的保護他們 大衛也就是說我做你的保鏢對不對 我這樣我保護你 因為人在曠野都會被搶的 國家沒力量他是私人保安隊 他是私人的保權對不對 那你本來就應該要收減費 所以大衛也不能說他 他這個黑道是給人家搶收地盤費 這個也不是 但是這是一個羞辱 真的很羞辱 那大衛在雅籍王的面前怎麼樣 裝瘋做賣傻 羞不羞辱 是很羞辱 很多時候我們人生裡面 真的落到一種好像這麼的羞辱的地步 這麼低落 可是大衛神成了他最堅定的力量 那在最羞辱的裡面他充滿了盼望 他說我不會永遠這樣 他記得薩摩爾曾經來高他為王 他相信上帝的話 他相信上帝對他的應許 有一天他會做王的 那今天不過是一個磨練 感謝主 所以上帝的話 進來就讓你充滿了盼望 今天的羞辱不過是一個磨練 一個磨練 是為我未來 為將來那更大的榮耀 在我身上的預備 所以神的話充滿了把我們拉拔起來 神的話 使我們從這個低落裡面 羞辱裡面能夠拉拔起來 不會讓我們繼續在黑暗的裡面 所以這是大衛的經驗 他透過依靠神在羞辱裡面 在被人藐視的裡面 他能夠沒有上智沒有放棄 能夠繼續的往前 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人怎麼看你 上帝是叫我們抬起頭來的那一位 好不好 記得神是叫我們抬起頭來的 Hallelujah 所以23節說 所以23節說 雖有首領坐著妄論我 哇 即使就算是首領妄論你 什麼叫首領 權威人士 你的上司 你的老闆 他貶抑你看不上你 如果真的即使是這樣 詩人說我即使面對這些有權威的人士 這些有在上面的人 當他面對這樣的貶義羞辱的時候 他們說我不好 他們就說我沒有前途 他們看不上我 那麼 那我們看詩人怎麼回應 詩人面對這個時候 他23節說首領望問我的時候 他說你的仆人卻要怎麼樣 思想你的律力 喔 弟兄姊妹 當你面對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去對付他 勝過他 思想的律力 你看嗎 所以這叫思想你的律力 只有當你思想神的話的時候 他會叫你得勝 上帝的話自然有力量 才能夠提升你 提升你 所以呢 最後二十三二十四節太好了 當人的話攻擊你 傷害你 羞辱你 叫你害怕的時候 我們對付他的方法就是什麼 思想神的話會帶來兩個結果 帶來兩個結果 在二十四節 第一個是什麼 喜樂 當你當人羞辱你 當人貶毅你 當人妄論你的時候 你思想神的話 第一你會有喜樂 你不會被人的話打敗 好不好 你會有 因為神的話會提升你 反而會讓你超越人的話而得勝 仍然能夠喜樂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 這種話沒有別的方法 你就是要思想神的話 上帝的話就會讓你超越人的話語 超越人對你的妄論 超越人對你的貶義 你就會超越而得勝 不但這樣喜樂 還有第二個結果 就會有謀事 對了 就會有謀事 上帝的話會成為你的counselor 就成為你的顧問 因為人藐視你對不對 表示說你不知道怎麼對付 你不知道怎麼面對 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你不知道怎麼辦 感謝主 我們有一個超級顧問 超級顧問 他是最有經驗的 對不對 他是最專家的 所以他立刻可以給我們最專家的 這個建言 他會幫助 他會指引我們當走的路 所以呢 他就會給你指引 他會給我們智慧 就使你能夠勝過你的敵人 所以感謝主 所以我們就能夠得勝 所以為什麼說神的話使我們喜樂就是這樣 神的話使我們喜樂 我們自有一個得勝的心思意念在我們的裡面 在神的話裡面就會得到上帝的指引跟智慧 讓我們能夠勝過敵人 神的話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神的話能夠叫我們捷徑 神的話能夠叫我們喜樂 讓我們能夠勝過仇敵 面對這些我們都可以大大的勝 感謝主 好 讓我們這一段的時間 讓我們一起來讀神的話 來我們來禱告上帝的話 那詩篇很好的話就是導讀 很容易導讀 你就要把神的話反覆的讀在神的面前 讓那個話譬如說 你的法度是我的喜樂 是我的謀事 你就要把它一直讀 讀到 主啊 是的 你的法度就是我的喜樂 所以我就知道在你的話語裡面會有喜樂 在你的話語裡面會有謀事 好不好 我們同聲開口 我們一起來禱告 Hallelujah